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夫子跟大乔的一个配合磨合的非常的好 而且他们每一场比赛都相较于上一场有一定的进步 我觉得就是他们现阶段的一个目标 对 看这一局吧 这一局的话上海一地剑是来到了红色方 但是火爆这边他的大乔和鲁班纳斯都用过了 对 他选择先搬了个猪八戒 把猪给搬了 搬了露娜大乔给你 两个都放出来 让你自己去选 然后搬了露娜很明显就是这个阿妩多马超 他是有点想要去要的 然后上海一地剑这里是搬了公司里加上阿妩多 这两个点不会给你 抢了一手凯 我刚刚还在跟老王聊 其实上海一地剑这把有一个必胜的杀招 就是他们的关羽加菊又金或者是关羽加凯 这个组合 就是确实可以到宁芝给他拿一个战兵嘛 因为宁芝他最近的一个状态很好 那凯给你 菊又金给我 一样的 就前期强度非常的足 但马可波罗这个点 火爆他这边是有的 对 是和理想结盟 马超加凯 也是一样的 之前也有队伍拿过 都拿战兵 凌冉要知道这么一选手他一开始是战兵出身的 对 就战时在手里还是比较舒服的 打得比较得心应手 凌冉他出自于全国大赛的DQ 然后在21年的春季赛当时是在杭州老年大俄在KPO手登场的嘛 然后当时呢 玩的也是战兵 后来慢慢一直在练习坦变 现在也是在火爆得到了首发登场的机会 对 但看到火爆这首不知火舞其实很明显 就针对你关羽不让你去进场 或者是在带线的时候限制你 对吧 有不知火舞跟马超两个带线边 我感觉很好去针对到关羽这个点了 但是明说你有马超 你有火舞康特我关羽 我给你准备一首异星 异星一旦开大万变之局 其实这个马超也会很难受 对 他不好进场 但他如果是侧面或者是绕后的话 可能就不好说了 只要异星拿出来跟菊又精搭配 可能这局一定要拿一个大射加一个前排 这般阵容不太成一套体系了 这个前排是重点 凯的话他肯定是肉凯的出装 但是菊又精他没有办法扛伤的 关羽这里也要补适当的输出装 因为中路是一个偏工具人的法式 对 然后看到上海DGM这边的后两手班 把对面的一个机动性的游走全班了 现在还有射手两边都没有亮 SILVER这里公司力马可已经全部用过了 但不过也没有什么好的前排的游走了 你像张飞也用了 顿山泰也都用了 上海DGM这边可能要考虑牛魔 牛魔现在是个不错的选择 不要前排 跳什么前排 看你谁进来我就咬谁 因为东方他一下有一种打法 是在于我前期的时候 我可以主动去进攻你 但是我往中后期走的时候 我不一定要再去打先手了 我可以让一星先手 然后自己保自己家的一个大射 谁进来切他 他咬谁 而且火爆现在亮的是个三突进 我至少可以保证拆你的一个突进 包括他的三分球在打团的时候 也可以限制一下火爆这里三突进的进场 对 然后把射手位留在了最后counter 感觉火爆要出大射了 但鲁班大师没了 嗯 鲁班七号 被他一家人 也是想要去打一个前中期的优势局 如果打出来的话 可能中期就可以碾压了 那上海一剑的射手位 李元芳被搬了 敌人节 在对线上还会被counter到 他肯定要拿一个舒服一点的 可能加罗 但加罗打这个凯没那么好打 不太好说 因为他可以拿香香香香香打 那个凯是比较好打的 而且配合东皇也是不错 爆发高 而且虽然上现在二剑能改动 对于他们打团 绝对惊讶关羽啊 他的伤害也有一定幅度提升 对 确实不错 很好的一个选择 大招CD也减了 这一把的话 其实上海一剑开团手段还挺丰富的 有一心的阵神 接上他的一个外面之局 然后关羽从侧面也可以进 正面也可以进 就刚才最担心的一个点 就是他们阵容的一个坦度不够 这一局如果说是一个逆风 他们只能被动倾线 因为要拖一个大盒 虽然是要还是蛮久的 然后再看到火爆的阵容 他有个太乙真人啊 只要他拿到优势 他中期肯定不给你机会 而且他们前期就有一定小优势 就是太乙真人被动 他可以保证鲁班七号的经济 是不会落后的 对 然后包括在中路对线上 火舞这里看他要不要换线吧 如果他们想拿绝对的这个中线权的话 甚至可以做一波换线 就是让不吃火舞这个点到边路去 然后虽然像到中路 到那个鲁班七号到中路来发育 甚至可以给小鲁弹更多的优待 让他多吃一波兵线也是可以的 火舞可以让中期去带 他可能也不太想要去吃双线 危险 没走多一步 对他来说都是危险 因为对面有局务警察关羽 志愿速度也比较的快 是的 这把我觉得谁先动起来 谁就掌握了主动权 因为可以发现这三局下来 转线比较顺利的队伍 往往会在中期掌握比赛的节奏 没错 来进入到比赛 火爆队震到上海EDGM双方的第四局 目前仍然是上海EDGM的赛点 我是小鹿 我是老王 看一下双方的开局 常规开 正常的一个分线 然后关羽先去中路看了一眼 只有今和凯布幽儿童 都是自下往上挡 想要在刷完野区的时候 去那个对抗路之前吗 中路开始耗斜了 这就是太医生人 前期他比较不讲道理 我一技能只要蓄到第一段炸 我就会紧跟着你一直消耗 炸两个蛋了 刚火舞一扇子没有中 再往上去支援 帮凯开一下篮区 但是上海EDGM应该已经洞察了凯的帅翼流向 然后他以前期肯定是以保鲁弹为继任 这波差一点 但是渐行被打了半斜的一个消耗 还好位移躲了一下三分球的减速 中路河道之灵 火爆不好抢 不好抢 而且这一波中线权也没能拿下 那蓝buff出键还有逞 想要进野区还是不太好进的 因为没到四级两边都不太好发力 现在一分半的时间 咱看下路的一个经验 Civer他是拿到了下路的河道之灵 略高了一些 嗯 舔 炸了一下 但是一星是有被动抢杀是很难的 最多就是耗一耗血 逼一下你的位置 对 帮火舞拿线权 这波草外蹲了 凌冉有意识到 闻到了一股非同寻常的气息 主要加木刚才一开始蹲草 走了走了不小心走出来了 嗯 一星现在只能卡在中 因为现在一星版本削弱一点 他的一技能只有在释放的一瞬间才能看到视野 下路凯已经开始过来给香香压力了 顺便帮卤弹推一推线 拿一拿线权 火爆肯定是想的要拖一拖 这把他们的经济核心点有点多 对 就今顺势反了一个小猪 但自己被太阵 一闪 炸了一下 推回来 但自己有厌反能走 鲁弹的这个杀嘴炮没有命中 他也只有三级一次险 没有复活 不敢再继续深追了 只要剑星雷套爆发已经打完了 但是就是差了一点伤害 如果那个杀嘴炮能中的话 感觉有机会 刚刚甚至Silver要尝试性来反一下这个红 想要用大招去抢 现在孙上枪的大招CD是减了一点 而且Silver他这局做了允星 他是想要在前中期去补一点伤害的 你即便有他一阵人 但我想的依然是前期线上打得要凶 结果炎梦到四了 卫宜躲三分球 反显被晕了一下 逼了阎梦的一个闪前关羽 在进场推了一下 九玉没有位移了 走不掉了 反显新拿到了这个纜 闪前被按出来 算是手下来了 但是拿的人不是砍 你还是亏的呀 对 主要阎梦一开始半血 他是想要去主动开的 就打着打着 变成九玉来反手开你了 关键是他以真人也死了 就怎么来说都是一地剑 转了一点 小转他把初剑的打野节奏给打乱了 看一下解说的实施预测 落幕潇洒成鬼和狂人 都站在了上海DGM这里 他又说了一句什么话来着 这鲁班骄怎么活啊 现在鲁班骄有个太乙人的一个保护 发育会比较舒服 鲁班骄怎么活太乙人给他复活活呀 包括他经济高了之后 自己买复活甲也能活 是啊 主要是东航太乙这个点 他比较灵动 他不会说一定去帮了孙岸翔 所以要看十八这里其他几个队友 这三个突进能不能帮他做拆火 是 一人卡一个 这波铃染我一直被卡了一下 上塔被磨得很残了 然后看下半图啊 暴君处 孙岸翔 有想法 想往前压一压 没人帮他起视野 东皇不在 中路的线也没能抢下来 这一把我发现两边的中路线权上 其实火爆可能做得要更好一些 因为他本身倾线慢 反倒是就是两边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了 然后刚刚这波是加木过来帮着一星轻了一波 明不敢往前走 对而且也梦这边一直给到上路压力 其实凌染是比较难受的 他不敢先倾线了 卡中左 这波强开 已经阵神先拉逼了18的一个闪现 鲁班七号怎么活 Silver一枪直接把他给点掉了 薄武这一下就没有中 什么时候杀出来了一个孙上香啊 大小姐驾到通通别跑 这波中他还想压 博武枪闪开直接被东方给咬住了 开进场啊 叫了一个闪现自己还没有死 被断了一下马嘴 但是在海上站走 初见开了一个大招 击飞了一下 二连击破 但是有点难走啊 孙上香反A 有没有意见的发过来 减速 再一枪再收一个人头 一星拿到的 一星和尊人一人一个 就两边打得太 凶了 就是节奏真的是太紧密了 我没有想到这个5v5的大团啊 5分钟就直接开打了 但确实是有一定的野心在 因为我杀了你一个人之后 我想压你的中塔没问题吧 然后我看到你压我中塔了 我开你没问题吧 没问题 我追出去没问题吧 没问题 然后我追着追着 我发现我的状态 对面的状态差了 我反打你也没问题 所以两边就打来打去 都是在抓对面的失误 最主要的问题 就是鲁蛋子刚刚在那个位置上 想开你没问题吧 那真的是 没问题 但打完了一波团之后 香香的经济还反而比鲁班杰要高了一千 然后现在火爆的选择是把火锅刮到边路让他得吃点钱了 三分球 出现直接开大 想要去杀阎茂茂 阎茂茂手里是没有闪现的 自己的风力文章也没有赚好这波救不了 没辙 利用马超的高支援性往下包了一波 没定到 但是香香的一个发育还是没有被威胁到 而且Cyver他前期是一打二啊 他在抗压的 现在精力反而更高了 他已经暗影战斧出出来了 这把斧子背身上意思就是谁也别来 然后本来只是出了一个隐心 想的是中期过渡一下的 就打着打着 他经济高了起来 就直接把暗影战斧给做出来了 感觉上来了 这波菊油精帮他红区卡一卡位置 这样可以把 借助这个龙斌把下一塔给点掉了 火舞这一扇子也没有丢到加木 那火爆不太好开 第二个扇子是中了 然后关羽一个人在中路卡凯和马超的位置 上一地剑打下半途 他们的分工协防做得很好 对 他们提前处理好上路兵线之后 就开始转中下了 中一塔要被喷掉了 还差两下 还差 等一下顺上香塔外点塔 但现在火爆也不太想跟你接 因为他到了一个军事偏逆风的情况下 他有他一个人 他就想着我等到大后期 我等到鲁班骄起来 或者是马超这个点 包括不知火舞 现在全场的经济最高是 Silver的孙上香 中路铁刀炸了一下 但是珈牧这里有艳返 能走 关羽回身 再劈了一刀火舞的一扇子也没有中 没有断到马腿 严梦在中左草 越越欲试 火爆也是看自己五个人都在 看到你人直接开 也不管你是不是五个人 上来DGM是不想开的 因为虽然在上路补兵线 补发雨 就在这儿慢慢迂回就行了 然后下半图打完继续打上半图 他们的节奏是很有条理 对 还给了一个一技能 想减速一下 这波想开也比较难啊 因为一星和菊后金都没有露头的 想去包 想去包四个人 但是被队友看到了 其实是能够支援过来的 然后震神再一拉 拉到了凯 中塔一丢火爆转线就很难受了 尤其组完七号 他的发育空间变狭窄了 这波红区还有想法 一星先把二技能提前放好 我妈子先拉出来 红是谁的 被孙二伤一枪 但是这边还想接 对 主要是看到一星开了个大招 两边都在僵持 我不动 你也不动 你不动 主要是剑极他上路兵线 二塔的兵线是没有去管的 直接过来支援了 所以证明也不太敢打起来 那总的来说 一地剑牌还是打得很主动 是的 Rush掉了最后一条小暴君 然后这个蓝buff也反了 这一局宁芝拿了一个战面出来 但是你看他的出装 他直接出的不祥征兆 加上一个勇业守护 我们以为这一把 他们会是一个全部秃脸的 但是宁芝这一把 还是要扛住半个前排 对 他需要先去出些肉 因为前面有说 他们没有前排的情况下 伤害其实是够的 甚至有点溢出了 所以他需要补点弹度 东皇是没有钱去出这个肉装 他更多是要去承担开团的职责 因为关羽有两种玩法 无非就是把你的阵型打伞了之后 要不然就是直接爆发 把你的CV强切死 他其实出肉的话 把你阵型打伞 让其他人有输的环境就可以了 而且大家如果比较细节 可以看看林芝他这一局的转现 他像个视野侦察病一样 不停用马眼看槽 出镜开得大 但是虽然他一个翻管过了墙 他也正在反点炸晕了 但是虽然他交了一个闪现 位置还比较安全 然后异星外面之宇再框 把剑星和九玉给框住了 这波没有后续了 也不敢再追击了 表示自己家的大核心点 先把状态就打得太残了 这波是出镜觉得位置不错 借助这个红buff 这个地形想要打一套 找找机会 因为第一时间退友也没有支援到嘛 如果说支援到 有可能就打起来了 伤害差了一点 因为火舞才把 刚刚自己 自己第二个大剑帽子给出出来 但是节奏非常的紧凑 立马开了这条十分钟的暗影主宰 两边是幻龙 那上海一地剑为了推进 所以要拿暗影主宰 凯治李锐龙的速度有点慢 但还行 因为一地剑没有靠过来 他们想要把上路这个冰线运过来 打上二的节奏 蓝buff在反掉 一直控篮 九玉 叙利 判了一下草 最别阵神拉了一下 外面直接框住了两个卡也被框到了 三分球再丢下去 但是珈默有点残了 但是珈默有点残了 还好有艳反 可以翻滚锅墙 但是东方上去咬到了一个不知火舞 队友不在啊 离得有点远 是的 关羽进场踩了一下 只能做一个穿火 转了一刀 这就是你拿了暗影主宰 但是我拿的是暗影暴君啊 我伤害更高 多了一个AOE 刚才在侧面的时候 剑行一个大闪进场 把菊又金收掉了之后才被东方太义咬到 但是没有人能够跟伤害了 因为正面也在打 因为珈默已经率先被打残 菊又金这个时候也是坐着能力很强的一个点 对 虽然这样这个时候你看 他的位置一开始是不错的 伤害给他 但是那个一技能往前翻的时候 被太乙真人看到了 直接往你脸上炸 而且珈默一开始在侧面 想要去威胁对面的位置 但是被剑行的几个扇子全部都打残了 对 那打完了这一波之后 清记反而是反超了 对 现在是火爆领先 他本身就有太乙真人的被动嘛 对 现在清记拉回来了之后 马超这个点 清记上来了 他对相向的威胁就越来越大 现在马超是三剑半 因为有太乙真人在 你东方太乙也不敢直接咬 你咬了任何一个人 我太乙真人都可以直接给大 刚刚还有一个很显著的问题就是 即便林芝出了两件肉桩 但还是没法抗 你不可能让关羽一个人上去顶一堆伤害 他只能抗一部分 对 毕竟还是个战士嘛 或者在边上卡一到两个人最多了 是 这波提前蹲 简行想探草直接被咬了 在草里进场咬住了国湖 太之夫给到了林芝 切到了后排 一脚踩上去把18给顶回来 但是马超也进场了 震神再来一拉 但是这个伤害啊 伤害啊 伤害一地间有点不够 你越着这个二塔去杀人 是杀到对面的后排 这波林芝想要跑抗塔了 走不掉了 一波团灭啊 马超四连超凡 林芝这一波她又要成神了 因为她跟初线两个人 从侧面一起过来的 进场就是收割 就上海一地间所有的技能 全部交给了剑星 然后关羽是怼着鲁班青 和后排去的 对 就是你确实威胁到了对面的后排 看这里 然后上海一地间三个人在桃里 全部是扎对战的 看马超和凯的位置 只取你的后排 先收一个 然后打残 打残了打出了那个异性的被动 再收掉响响 这 我觉得这一波上海一地间没有去掌握对面两个战士的位置 那结果出了高屁也是掉了 是的 火爆在这波团打完 这就可以继续拉开了 对 确实一地间它开得很主动 而且很果断 但是没想到对面的支援非常的快 就我们前面聊了火爆是个三图 嗯 你只咬死了一个火舞 处理掉对面的输出大合 但是还有一个马盒在啊 他就是一个隐患 上一波团 就在刚才下路那波团之前的一波团 凌染已经把自己的经纪给打回来了 当时看面板是有一个9000经纪 嗯 所以他的装备起来了之后 他也能够很好的威胁到孙岸强 就我的大合掉 你的大合也会掉 现在马超已经四件套了 碎星锤反上次甲已经全部做出来 也确实能看到他 看一下解说的实施预测 哈哈 骆牧也跳车 骆牧没跳 只是潇洒和成鬼跳车 跳了跳了 我们的两位同事 然后潇洒说了一句狂人真毒 说得好 就很直接很直白 确实很像潇洒 但是也是 我觉得火爆他的扛压能力是不错的 然后另外一方面 尚爱一剑有点上头 对 尤其是下路二塔那波 他是越着塔上去的 可以看到刚刚下路那波团打完 这个二塔的血量都不怎么再掉的 哎 但是这波出剑是一个人 出剑要被留了 只能开大硬上了 但是确实是肉啊 肉凯是真的肉 尚爱一剑不敢上去打 然后让关羽把中线先运过去 马超在上路的这个L星草埋伏了一下 哦 一个扇子直接踩了 闪现上 晕住了 接了一个翻滚加闪现 往后撤了 那现在炎梦他这首冬王太义的大招 可能就必须得留给凌染了 要不然他每一次的进场都会威胁到 整个EDGM的所有人 对 那如果冬王的大留给凌染 其实剑星就可以找机会了 因为现在不出火位有法穿棒了 对 主要看你相伤你也不出魔女 对吧 你纯输出 那剑星一个扇子就要你命了 你看看这个ID SILVER要什么防装 他要的是伤害 对 要的是极致的伤害 要的是多难一枪 但是火爆这波拿完这条暗影主宰之后 他可以更主动的去打推进了 嗯 15分钟半了 这也是拿到这套阵容 在前期有一定的逆风的情况下 他们没有着急 到了中期找机会开团 就等对方失误 想要去开马超的 开了一个奔狼想追 但是马超 但是被凌染给你减速了一下 对 打断了你的奔狼 而且马超自己身上也有急跑的 完全不怕被抓 这波把暗影先锋放在了下路 其实这一波奔狼可以算是以攻带手 因为孙上山的闪现CT美好 他们不往前冲的话 就是会被火爆一直下半涂鸦 对 他们就只是尝试去往前压一波 就这么拖个五秒左右的时间 那现在十八 他鲁班杰奥可以塔外磨塔 你这高地很难锁 是的 太一只人已经蓄力舔到 炸到了一星 但是后续没有伤害 外面只先框框了三个 感官与到后 再一推再转一刀 太一只复活已经给上了 再推两个 自己还没有死 这一波拿捏得刚刚好 二连击破 绝地反击 百分之一 宁芝啊 宁芝 她的关于永远可以相信 就刚才我以为她出了那个明刀 结果她只是一个苍穹 因为她一瞬间推到两个人 然后四个人开始激活她 因为一开始明已经把外面这句宽好了 然后所以十八是站在这个一星期盘的边上 那其实 马超 这是关于进场的时候 主要是四个人在激活她的时候 我以为她已经要被秒了 结果她没死还推回来两个 再看 一个大 推两个人 然后这时候被激活的时候 我觉得她也要死了 就活活给了一扇子之后 她往后滚了一下 她这个二技能捏得真的是非常的精髓 她捏到了最后 对面的控制差不多用完了 她一个二技能解了 然后往回推 自己撕血还走掉了 也算是缓解了 对面拿了暗影主宰了一波攻势 下高是守住了 对 然后经济上稍微拉回来一点 拉回到了两千 现在其实还是一波团战的事情 对 但Civer他刚刚也是把自己的气血给凑出来了 嗯 还是没有防装 有续航了 鲁曼翘是出了一个不祥征兆 出现又四十几个人 时间开了点上去击飞了两个 已经外面之续在匡 是把火爆的进攻攻势给进去了 关羽进场推了两个 出剑已经残了 进场又被踩了一脚 火舞先倒下了 把九尤精一刀给切死了 这个是关键情况乘以三 然后他一直上去反炸 再来一刀 再一个翻滚 还没有死Civer 还能再继续输出 打了一波零换四 下路 这波兵线可以不用管 他们直接可以推上二 上路的兵线是没有被减速的 这一波团战怎么说呢 就非常的果断 我看到了你是落单的 我直接开 虽然说你来反打我了 但是你已经被我打了一关血 对 其实讲道理是火爆这里 想要先动的手 出剑上去击飞两个 再来一刀 但这个兵线已经摸不着了 没拿到了这个人头 顺势通过这波兵线可以直接点到血球 让我们恭喜上海 一地剑 三比一 结束了这一场比赛 也终结了狂人的施法 确实 但是我觉得最后一局 他们虽然有一些小小瑕疵 但是在后面的两波大团的决策 还是不错的 对 尤其是您知 包括火爆这边 我感觉能看到就是他们每一场的进步 这一场的韧性也是非常的实 尤其是凌染 我们其实赛前看的数据是 出剑和剑星他们的数据比较豪华 对 包括前两局剑星的一个发挥 他的抗压也是做得不错的 没错 但是凌染在他拿到战边的时候 他还是很不错的 他把这个吕不完 出了这个战边的这个精髓 包括他的马超非常的自信 是的 所以希望火爆可以再接再来 在第二阶段继续加油 那接下来稍息休息 把时间给到评论席 恭喜上海EDGEM 哇真的有惊无险的第三局 其实这个阵容拿出来的时候 我是非常看好EDGEM这个阵容 因为其实怎么横看树看 我觉得就如果说关羽进场 去限制这个鲁班七号也好 或者是打乱火爆的一个推定节奏也好 都是很舒服很自在 其实我觉得到一个大后期 反倒是火爆这边的阵容 是很难输的很厉害的 其实只要有一个人 不管是谁 你看火舞开 很多人都能看关羽 很多人都看 只要把关羽看住 但就是 我都不知道EDGEM怎么赢 对 但EDGEM就是靠了一波凝枝 神奇的让后 把这个盘给翻了 然后火舞一闪踢了个空气 踢了个GEM 没踢到关羽 对 他看到关羽跑过去的时候 间隙当时就已经意识到不对劲了 但是他一闪想要去救的时候 踢不到距离 我觉得其实看关羽这件事情吧 在KPL队伍里面是一件 很常规的一个操作 但是对于火爆而言 他作为一个KPL新人 就可能我觉得他没有吃过这个亏 对 吃的太少了 要不然就是吃的太少了 对 因为关羽这种明场面 推后的话 其实在 我只能说在第一赛季和第二赛季很常见 因为那个时候大家没有什么经验 都不怎么盯关羽 但是你会发现 越往后大 关羽绕后的难度越大 越高 就明知这把我都没有想到 在对面这种阵容的情况下 他还能找到那样一个绝佳的机会 绕过去 就这波绕他后真的 也出乎我们所有人的意料 我觉得MVP 没得跑 没得跑 真是真的汗死在身上 不给关羽的话 以后要找一下 真的实话说 这局这个关羽 他绕后下路高地的那一波实在太关键了 对 他推回来两个 而且那两个人的复活时间刚好都到了 全死了 关键他开了个苍穹 他自己还没死 是 重点是他 主要是那一波如果没有打赢的话 估计就要被火爆一波了 对 有可能下路你就算不被一波 你高点也一路一路要被这么推过去了 对 就是这条龙主宰可以帮他们推个下高 然后后边再拿一个暗影暴君 然后一直去控 但讲到这局EDGM 其实不用打得这么惊险的 因为他们前期孙小强的经济很高 已经比鲁万七号高了两天的一个经济了 就他灿了一波团 那波来拿了就是鲁万七号的人头 是 还需要点急 我觉得对EDGM来讲 就是他可能前期太过着急 想要去打开这个局面的优势了 他觉得可能自己拿到了绝佣金加冬皇之后 需要在场面上做出点文章 对 你看这我就没有人盯 马超也不盯 活物也不盯 还有就是 看到时候已经一闪都已经 就为什么鲁万七号他的位置 不能再往后拉的 就是因为异星的那个大招留着他了 对 就这种时候 其实往往是这个EDGM很好的机会 这波异星大招也很关键 没有办法继续往前追了 对 所以好像其实闪现只要 退出异星大招的一个范围 这样的话凯也砍不到他 对 然后就等那个凯特大招过了 拉扯他就行了 而且是什么 就这波的这个火爆的这个地形 拉得非常的差 因为鲁万七号最好打一个单向 就对方如果说分太散的话 其实鲁万七号的一个 就可能平A的选择 扫射的选择 就很复杂很头疼 你看其实刚刚那最后一波团战 鲁万七号他每一波扫射 可能都打在不同的英雄单位身上 这也是我觉得火爆后续需要去 即使优化就打